來 大家可以看我看我看我看你 感應到應該有一點人力 但是... 收... 啊... 就這樣 當然他越去越緊張的起來 有... 等一下... ... 來 他這個已經... 被人家... 氣製了許多垃圾 然後...這都已經拆光了齁 好 至於... 這個地方也是什麼樣的故事呢 我... 先帶大家... 上樓齁 對 然後因為這個地方其實... 附近有一些住宅區 住宅區 還可以聽到一些... 車子的聲音啊 等等之類的齁 下個救護車 下個救護車了齁 下個救護車了齁 光赫鮮喜 來看看能不能開門 哇... 鎖起來了... 還有人用嗎 鎖起來了... 還有人用嗎 來... 我這邊跟大家講齁 其實... 早期據說... 這個地方... 有一個... 小女童住在這裡 然後呢... 這個小女童呢... 她其實很乖巧很可愛 但是... 她... 的父親... 有酗酒的習慣 會虐童 然後會虐童的一個情況下呢... 喝完酒... 就... 會去... 打... 小孩啦... 甚至母親啦... 等等之類的 那當然... 久了之後... 就... 母親也受不了 然後就離家 然後她離家之後... 她的話... 更加的不諒解 然後每天都對這個女童出氣 然後每天都對這個女童出氣 又打啦... 又罵啦... 你看這還有一些玩具留在這裡齁 甚至... 到最後還把她性侵了 性侵之後不打緊 有一次... 小女童不知道為了什麼 在這邊... 這邊是我放東西的地方齁 我剛剛其實先上來看過景了 然後小女童呢... 就好像去弄到一個滾燙的開水吧 打翻了在這附近 在這霸台這附近 打翻了之後 然後就這樣子... 燙... 燙...當然是嚴重燙傷吧 那嚴重燙傷之後 就... 搶救... 搶救到後面... 也就不治了 然後... 據說... 這個女童... 的... 靈體... 還... 在... 這個... 房子裡面徘徊著 好... 那這是第二個故事 然後你看... 前面這個有沒有 這個娃娃真的好噁心喔 會不會這就是以前的女童的房具呢 然後呢... 這裡還有一個... Miffy 然後是時間商跟拜海文在那邊賣 小巴掌 然後呢... 我開開看這門能不能開喔 可以耶... 這算是我擺的東西 好熱喔 這都是... 有玩具還有哆啦A夢 大家都是小朋友的一些東西耶 Pikachu 好...OK 那會不會這個地方就是以前的小女童的房間呢 這個... 我不清楚 但是... 覺得這三樓有發生這樣的一個... 一個悲劇齁 對... 好... 然後... 這一個是主臥房喔 那這個房間呢 好... 打不開耶 好...打不開算了 好... 那現在... 小女童的故事講完了對不對 那我就先進入第一怕感應的部分 針對小女童的問題來做一個詢問喔 好...今天第一部分的溝通 我把機器關在這個人偶前面來跟我做溝通 那現在大家聽得到外面雨越來越下越大 那為什麼拍到後面 到底看到後面會沒有雨呢 很簡單 因為我是先拍完環境介紹再來拍感應的齁 好... 那小弟今天就要來做第一部分的感應了 各位好,小弟前面還有這種機器 只要觸碰它它就會有反應齁 好... 那... 想請教一下 您是否願意跟我溝通 如果願意的話 可以請您觸碰一下前面在機器的天線一下嗎 謝謝 謝謝 這是我的手齁 好...非常感謝您的... 回答齁 那今天我的聲音有可能 不知道會被女生蓋過去齁 來...接下來 第二個問題就是 各位好兄弟你們好想請教一下 這個地方 有沒有一個小女生的靈體存在這裡呢 如果有這個小女生存在這裡的話 請您去觸碰一下前面這台機器的天線一下 謝謝 好...它碰了齁 好...非常感謝您的回答齁 想請教一下齁 就是... 因為我聽說 這個小女生她是在這裡 被虐殺而往的 一個情況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 他... 在這裡他們會怨恨 如果有的話 可以請您觸碰一下前面那台機器的天線一下嗎 謝謝 好...非常感謝您的回答齁 那小弟接下來 的問題就是 那想請教一下 他有怨恨的他在這裡 那... 他會不會恨他爸爸 如果他會的話 可以請您觸碰一下前面那台機器的天線一下嗎 謝謝 我會不會想見你媽媽呢 如果想見你媽媽的話 可以請您去觸碰前面那台機器的天線一下嗎 謝謝 好的...非常感謝您的回答齁 那其實小女生在這個地方 她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是大家都不願意又見的齁 那... 那今天在這邊 不小心的... 不算是在這裡離開 但她在醫院離開的 那在醫院離開的一個情況 她還是回到這裡 畢竟這裡 才是你的家 是吧 如果是的話可以請您去觸碰一下前面那台機器的天線一下嗎 謝謝 好的...非常感謝您的回答齁 好... 那接下來小弟的問題就是 請教一下 請教一下 小妹妹 想見你爸爸 想見你媽媽 請問一下 這個地方有沒有其他的靈體在陪伴著您 如果有的話 可以請您去觸碰一下前面那台機器的天線一下吧 謝謝 謝謝 好...非常感謝您的回答齁 對 那我覺得這裡應該還有其他人體的競速齁 它向你越下越大 真的是越來越詭異齁 對 好... 那... 小妹妹的部分 你今天先坐到這裡 那當然有些問題 我會用別的機器去做問答齁 對 好... 今天... 第一part感應問題問完了齁 那... 接下來 我要準備到... 樓上去 這我不知道是不是 為什麼這房子好悶喔 好...然後我現在重開一下我的穩定器齁 好... 鹹蛋超冷 會不會他有男生呢 我不知道 我知道 我現在汗齁 已經滴到齁 我不知道到哪去了 我現在好熱喔 好... 那這地方 我之前其實早期有在社長來過 那早期其實很早粉絲就跟我講過這地方了 然後... 我帶社長來的時候 然後... 社長... 三樓 他... 我剛剛講完這故事的時候 他... 有人真是變變喔 好噁心喔 社長也來到這個地方 他在四樓... 這個... 腳踏車的附近的時候 他感覺... 感覺到了... 一些很不可思議的狀況 那什麼狀況呢 社長在這邊 在拍前面的時候 在跟大家講一下這件事情的時候 這腳踏車的龍頭髮型 晃了一下 你知道嗎 好像就是有人在跟他玩 然後他就突然看到說 欸這怎麼回事之類的 好... 那社長碰到這樣的情況 當然他是... 急不倒的勇者 他只會越玩越嗨 這樣子 然後社長很興奮的一個情況下 現在... 哇... 現在這麼熱我一點都不行 哇... 還有衛生紙耶 這麼情況下就開始找 研究這腳踏車 然後研究到後面 這個時候 門外突然傳來了腳步聲 這冰箱已經倒了 這是浴室 傳來腳步聲 然後... 他聽這腳步聲 他感覺... 感覺有什麼東西跑到我嘴巴裡面的 感覺有什麼東西跑到我嘴巴裡面的 不好意思 然後他聽到這腳步聲 就當然也追出去 可是追出去時 他當時是沒有半個人 而這也是... 他對這房子 為什麼這麼有興趣 好... 那這樣就完了嗎 還沒有 等一下... 我看一下這個... 資訊 好吧... 那就... 這樣直接帶外面給大家看 這怎麼那麼多露... 露米袋 哇... 以前的陽台真小 好... 好... 然後他... 都衝不到狀況的情況下 他就... 這床也太舊了吧 他附近還有人住 所以修霸掌... 修霸掌是很正常的 好... 他就走到這邊來的時候 突然聽到背後傳來一陣 嘻嘻... 的聲音 那不是我搞的喔 我先跟大家講 社長直播其實我比較少在亂搞 我根本沒在給他亂搞過 反正放他一個人過來就好 但是... 他這次追出去 一樣... 什麼東西... 都沒有發現 然後我現在感覺真的很不舒服 然後大家在聽他喘氣聲 是我們家的惡號 惡號完全沒有出來探險 好... 2號你怎麼了... 等一下... 好... 上一下床破尾... 等一下他會喜歡睡成什麼 然後他會把... 自己睡覺的地方 弄成一個小祕密基地 然後聽到修霸掌 就想到刺殺的時候 有人把他... 就壓死在這裡 壓死在下面跳樓的時候 露音帶... 然後對面那間也是廢的 可是對面那間就沒有聽說過什麼樣的故事 對... 好... 那這兩層樓... 很可惜... 我不知道樓上還有沒有 但我想樓上應該是頂樓 那... 頂樓的部分 我用彩色模式帶給大家看看 齁 好... 接下來... 第二part的部分 其實就是... 社長 社長之前... 有來過這個地方 那他來過這個地方... 之後... 他有碰到一些... 比較奇怪一點的事情 如果我想要請教一下 這邊的領土 社長之前... 在那邊所碰到的一個情況齁 好... 那第一個問題就是... 想... 請教一下... 這件社長來這邊的時候... 那個... 腳踏車... 就樓上腳踏車... 逢我一下... 請問一下他是不是... 由你們造成的人... 若是你們造成的話... 可以請您出發前面來... 繼續提示一下... 謝謝... 好... 非常... 感謝您的回答... 感謝感謝... 好... 停... 停... 謝謝... 好... 那再來就是... 呃... 各位好... 想請教一下... 好... 就是... 社長是來這邊的時候... 他說他有... 聽... 欸... 聽到腳步聲從... 皮上比較跑下來... 那... 想請教一下... 那是不是由你們造成的人... 如果4個話... 可以請... 前面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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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反應齁... 沒有反應齁... 那... 再來問一個方式好了齁... 因為... 其實我剛剛下面的時候... 有看到一隻貓貓跑過去... 那... 我想... 問問看... 那... 之前那個日本人... 來自你這邊日本人... 他聽到他的腳步聲是... 是由那個貓貓所造成的... 若是的話... 可以請您去觸碰一下... 前面那台機器的天線一下... 謝謝... 好...非常感謝您的回答... 是貓貓... 我剛剛騎著... 跟那隻貓貓下降... 他就很舒服... 我剛剛... 喵... 哇... 嚇了一下... 對... 然後現在大家可以看到Youtube... 不知道Youtube的反應怎麼樣... 不知道... 我覺得... 突然有點變人了... 齁... 好... 沒關係... 繼續... 欸... 我要問什麼忘記了... OK... 社長的部分... 那... 社長之前來這邊有聽到... 嘻嘻... 嘻嘻... 叫你笑聲... 想請教一下... 這個是不是有你們發出的... 如果是的話... 可以請我們去觸碰一下... 前面那台機器的天線一下... 謝謝... 好的... 非常感謝您的回答... 非常感謝您的回答... 收在這裡... 這樣子... 然後... 那... 想請教一下... 這一個... 弄出這個聲音的... 怪不得就是... 小朋友的靈體... 如果是的話... 可以請我們去觸碰一下... 前面那台機器的天線一下... 謝謝... 好... 非常感謝您的回答... 好... 果然是他... 小朋友... 那... 我就想到... 會不會是女生... 那小朋友是不是... 就是我... 第一個... 剛剛在問你那個女生... 如果是的話... 可以請您觸碰一下... 前面那台機器的天線一下... 謝謝... 好的... 非常感謝您的回答... 好... 那... 今天... 這是第二塊的部分... 基本上... 這樣大概知道是... 誰了齁... 好... 非常感謝您的回答... 謝謝... 因為這地方住宅區比較近... 然後剛剛樓下的時候... 其實我燈不敢打太亮... 對... 然後... 再來一個床... 床墊... 好...接下來... 我往樓上去... 應該是電龍... 好... 又給您的日... 我知道... 我也非常的熱... 有一個椅子在這裡... 好... 那這小朋友的靈體... 跟社長說... 碰到這樣的事情... 會不會... 也是有所關聯呢... 那第二塊... 改應完的部分之後... 我們來走... 看看這最上面的風景... 好... 這是水塔... 水塔裡面有沒有東西啊... 好像沒有... 然後這下面一整塊... 全... 都廢掉了... 好... 那頂樓好像沒有什麼樣的東西之後... 我就帶大家回到... 三樓的地方... 好... 這個地方其實不大... 但還有許多的故事... 尤其是小朋友這一塊... 因為我剛剛怕說拍太暗了... 我再重拍一次給大家看看... 然後我覺得有沒有人在這邊... 我寫來在這種地方大便... 這家沒廁所嘛... 那小便就算了... 好... 來... 這就是三樓的地方... 然後我等一下... 應該會放我那個... 桌子的地方做感應... 對... 對... 我剛剛自己拍太暗了... 所以我現在補拍一些畫面... 但是... 我還是會把那個放出來... 因為畢竟... 故事的敘述在那裡... 那這小檸檬呢... 它不是在這個地方過世的... 它是在醫院過世的... 它是在醫院過世的... 那我就很好奇一個點... 它的連體有沒有回到這個家裡來... 喔... 這我家以前有一個... 這個講出來... 大家知道我年紀了... 好多垃圾... 好多拉片... 好... 好... 那接下來... 進入第三part改音的部分吧... 好... 第三part的部分... 我就要來問一些... 我自己比較想問的... 一些問題... 那這問題會稍微比較簡單... 尤其是... 針對人偶這個部分... 好... 那這個人偶... 其實現在夜市看起來... 真的覺得他很有心... 好... 我待會都比較愛特寫... 好... 來... 各位好兄弟... 想請教一下... 前面這位人... 是否有靈體的建築... 如果有的話... 可以請您去觸碰一下... 前面那台機械天線一下... 謝謝... 好... 非常感謝您的回答... 對... 那接下來... 小弟... 想要請教一下... 就是... 這裡其實... 這個世界就是人偶... 那這些... 人偶啊... 娃娃啊... 是不是以前那... 小女孩的... 玩具呢... 如果是的話... 可以請您去觸碰一下... 前面那台機械天線一下... 謝謝... 好... 非常感謝您的回答... 不要問我不會戴手套... 我不是怕手受傷... 我是覺得... 把自己包緊緊比較好... 好... 那... 再來... 第三個... 就是... 貴好兄弟... 你們好... 想要請教一下... 這一尊人偶啊... 是不是就是那個... 小女生的靈體... 遵住在這裡面... 如果是的話... 可以請您去觸碰一下... 前面那台機械天線一下... 謝謝... 好...沒有反應... 好... 好... 那接下來呢... 再一個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 對... 不能講最後一個問題... 如果等一下... 想用靈魂兒子... 來跟我們做溝通話... 前面這尊靈魂... 齁... 之前... 那個小女生... 是不是很喜歡她... 如果她很喜歡她的話... 可不可以請... 請您去觸碰一下... 前面那台機械天線一下... 謝謝... 沒有反應齁... 如果在那房間裡面... 有她最喜歡的玩具的話... 可以請您去觸碰一下... 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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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什麼聲音... 我的天啊... 什麼聲音... 跟大家報告一下箱... 今天是完全我一個人來的... 沒有別人補... 我不知道 好 好ok 那它有一part就立溫核子的部分 對 好 那我先 第三part可能先坐到這邊為止 好 第三part感應部分做完了齁 那我接下來走出去 可惜了如果進不去 要不然裡面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東西 應該是有人在用了吧 或許 會有屋主吧 那這個地方 它早期是什麼樣的一個地方 我不太清楚 不是卷唇 就是宿舍 就這樣子 通常卷唇跟宿舍所殘留的東西 會是比較多的齁 真的齁 這裡起來有讓暗嗎 我也不知道欸 然後我剛醒來的時候看這個地下室 那感覺應該是沒什麼東西可以看了齁 各位好兄弟你們好 小弟前面的他 機器 他是透過無線電電波收入到你的聲音 那 小弟還有一些問題想跟您請教一下齁 那因為我知道今天這裡是小朋友說 帶一個比較可愛的喇叭 希望他會喜歡 那 想請問一下那小女生 他喜不喜歡這個喇叭呢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給我們一點訊息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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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 好,都沒有回復 那各位好兄弟,你們好 小弟想要請教的第二個問題就是 說沒兒子就是他,但好像是男生生 但請問那小女生他獻什麼呢? 還是沒有回復,好奇怪喔 好,那想請教一下,這邊是 前面那些人偶和人體 可以出來跟我們溝通一下 告訴我們任何一點訊息,謝謝 不知道剛剛說什麼,應該讓我們去用耳機今天才知道 好,那想再請教一下 這座人物是外來的人體 既然不是那小女生 那請問一下這座人物這裡面的,是男生還是女生呢? 好,各位好兄弟,那今天想聽說 還有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你還會不會不歡迎我呢? 如果會的話可以告訴我嗎?謝謝 不會不會 不會 不會 那你希望我繼續留下來跟我們聊天嗎? 還是你就是機械號嗎? 你會希望趕快離開嗎? 最後一個問題,你會希望趕快離開嗎? 好,看樣子都沒有答案好多 那今天又好吃 要不要再放了兩分鐘好 我先離開一下 好幾秒 我們剛才去闊一下 うん 絲維 理因素 moi 我先離開一下 這是一個 跟我們聊天 就是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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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